咱们坐下说话吧 好 咱们坐下说话吧 何大哥这些日子都去哪儿了 怎么就没消息了 军人吧 随时执行任务 我只是出差了几天 有什么事吗 公事 不便对你讲 我不该问 我还以为你生我气不会再来了呢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你一个唱戏的女子 能拒绝我这样人的求婚 我尊敬你还来不及呢 如果不是有事要办的话 我一回到济南就来看你了 原来你不是才回来呀 那怎么现在才来呢 我去办了一件事情 何大哥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你来过这里吗 这儿 这里离简直俏很近的 是很近哪 但是这儿住的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我怎么可能来这儿呢 这里啊叫后营房街 以前曹操在济南做巷的时候 部队就驻扎在前面 这里住的都是部队的家属 现在啊 这里住的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那我们来这儿干吗呀 你不想成为有钱有身份的人吗 什么 走 走 四条 谁啊 呦 何副官来了 啊 您们好 呦 就是这位姑娘嘛 谁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 何副官好眼光啊 这不是唱戏的王继平吗 天哪 何副官找了一个戏子 他要弄个戏子上在座 我们还是走吧 别理他们 走 别理他们 走 请进吧 来 那儿 来 喜欢这里吗 嗯 喜欢 只要你答应我 这里就是你的家 鸡萍 我才向你求婚呢 嫁给我吧 这里就是咱的家 我曾经想成全你 曾经想 就像咱俩那天说的那样 听你唱戏 一起喝喝茶 但是我做不到 我家居自从弃比从容之后 出差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平常 可这次完全不一样 我感觉日子过得是无比的漫长 我每天都想赶回济南来 见到你 难道你不想见到我吗 我们结婚吧 就在这里安家 以后你就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何大哥 我不是个有钱有身份的人 我也不可能像前面那些太太一样过日子 我的心思太多了 所以原谅我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 季萍 我一直在求你 你居然一点都不珍惜 何大哥 我这辈子受够了冷落和欺凌 何大哥这么看着我疼爱我 我怎么可能不珍惜 可是我现在真的不能答应你 我不属于我一个人哪 那 那你属于谁呢 首先是我弟弟 我们结婚了你的弟弟自然就是我的弟弟 我会像你一样疼他的 你不知道 我也没法告诉你 再给我点时间吧 一个月就一个月好吗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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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萍 我和你师娘唱金书 钱够花了 不用你越用我这儿拿 哪儿啊 这是我孝敬师父的 季萍啊 中午在这儿吃饭吧 不了 我沈子还等我回去吃呢 我回去了 季萍 最近没遇到什么事吧 没有啊 师父怎么这么问呢 不对 你这还得有事瞒着师父呢 你有心思我早看出来了 没有 真没有 我是为子健担心呢 他整天参加政治活动 我怕他出事 要为这个你也别太担心了 现在大家都在抗日呢 不止他一个 再说他大了 他在按他的想法做事 你管也管不了 我知道了 我走了师父 好 也难怪他了 就子健这么一个亲人 他不是为他弟弟 起码不单单是 那是谁呀 我不知道 这闺女是碰到事了 好 哎呀慢 慢点别噎着啊 来 吃点这个 嗯 出去这一个多月 在农村没吃上什么好吃的吧 还是娘做的饭好吃 嗯 好吃多吃点 来 子健 姐 快让姐看看瘦没瘦 看 结实了 嗯 结实了 快吃饭 快 你去出去 多吃点 师父 我对不起你 好不容易有了你的孩子 就小产了 算了 身子要紧 这个没了 下次再生一个 不是一样吗 可是我怕不能生了 你都五十多了 就算没有 也没什么